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 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但另外一位彭文正 他是直接要被通弃了 法院已经裁定了 在这个被检察官说 要通弃他的这个书状里头 很不好意思 我节目上他来受访的时候 讲的内容也被当成一个罪状 说他公开在节目上表示 他并没有要回来 而且他要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显然是没有要回来 他认为是有人身的安全等等 连节目上 由称呼检察官有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还特别拿这个变成书状去追加 要求法官裁定通弃他 结果现在法官已经正式的将他通弃 发出了这个主文 那么他认为 这个检察官的起诉的要求 具体的起诉书的里头 包括了新生怨队 贾院报复 然后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什么心不义的人 对不起这个是彭文正 他引用的一些圣经的文章来回应 就是说对总统有不同的意见 质疑他的这个论文的资料 是不是真的 他是不是真的拿到了论文 这件事情的人 下场却是这样 跟我们当家座主的 这个总统或官员们 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是真的有危险的 还要被通弃 所以当成彭文正一讲说英国要重启 调查论文们这件事情 彭文正就立刻扑转折 有天大的好消息要出来了 结果才隔天 隔没两天马上就发生 现在要通缉他确定的消息 是真的就不要让他回来了 还是真的要把他抓回来 要把案子查清楚 还是英国这个新的进展 对蔡英文总统的论文产生的威胁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她所领导的政府 她公开的讲 对于人民的态度 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 谦卑谦卑再谦卑 但是主管一旦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刚刚看到一个民众是被拖出去 然后被讲得难听 不堪要把他轟出去 而彭文正是更惨 直接被通弃 在法院裁定了之后 也是刚好是在他 彭文正公开宣布说 英国要重启调查论文门事件的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之后 是2009年12月10号 当受论文案处理的时候 隔天蔡英文提出的答辩 结果没有等到 蔡英文答辩之后 当时他就法官就以没有理由 没有明显理由为理由 把在2020年1月15号 判决就驳回了 他是有受到什么压力吗 这他有一些质疑当事人 当时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 也公开的在讲 他说其实LSE校方 已经公开证实 蔡总统蔡博士 确实在1984年取得 法律的博士学位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大家现在还有 这么多的疑问 为什么连审查委员是谁 教授是谁都有这么的疑惑 亮哥怎么看 现在法院公开要通气彭文正 已经裁定了这个事件 他就是形势上 他根据形势诉讼法 就是形势庭要本人出庭 彭文正就说我可不可以 反正我的事由已经非常清楚了 政府委员我的辩护律师张静 代为说明 检察官就是不准 拒绝 然后他就说他改成视讯出庭 有不可以拒绝 就是非要你亲自来不可 当然就讲了一些理由 他没有出庭 然后就拘提 拘提再未到就通气了 这个其实是诉讼的简单的逻辑 重点在于就是说是不是有绝对的必要 一定要亲自到 这个就是真意点 彭文正当然认为说这个事情事实上 他所提具的事由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那我本人倒是要干嘛 我想他自己也有一个判断 因为他只要出庭可能就会被限制出境 就是因为连刘成虎都公开讲了 说他有逃亡之余 那这个理由就扣成限制出境的理由 所以他当然就认为说 现有的情况下对他是很不利的 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来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现在因为如果没有司法互助的话 他现在虽然同期归同期 所以他不能回国而已 恐怕就要现任总统 现任之后 这个案子才会有转机 因为他这个是亲罪 妨碍名誉是什么大罪 美国怎么可以把你遣返 有这么多重大经济犯罪跑去美国 甚至杀人伤害跑去美国 美国都不一定代办 更何况是妨碍名誉 所以不可能 妨碍名誉他怎么可能来给你搞遣返 什么引渡 不太可能 所以这个案子坦白说 就是因为现任总统是行事豁免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也查不出来 所以一定要等卸任之后 才会有水落死出 所以有点民众不知道这个博士 真的假的吗 因为这个疑虑其实造成民众 其实蛮多的想象的空间 因为的确太多不合逻辑的地方 学术界大家也都在问 那么其实如果他愿意公开说明 跟把证据摆在阳光底下 更清楚的说明 其实问题就很简单 但是现在当总统 为对照的这个当事人 却要去通弃一个民间人士的时候 这个观感才是非常的强烈 让人家感受到 国家机器动了 要通弃彭文正了 追杀他了吗 而同时间经济部 却有造假被抓包吗 这个是根据一个台北市的 你参选人 议员参选人 他的文宣里头 他直接把他做出来是说 经济部刻意的把 这个台电的处长的谈话 断章取义 就把他曾经也说过 其实核四当时尽量可以是安全的 这个问题的确有些问题 是可以被解决的 但是他硬把他这一段 当时可以被解决的 这些问题的这个说法 直接删掉 直接变成说 今天所有的核四的过程 如果真的要重启的话 它会是一个核安的危险 是很危险的 所以连经济部的梗图 都是造假的吗 所以当黄世修呛说要告 这个台电的处长的时候 从蔡英文到苏貞昌全力去声援 然后还书贞昌公开的博士去骂他说 黄世修是言语的暴力 但我们看到书贞昌的暴力 可是更胜于任何人 所以他还点名了朱立伦 说要纵容吗 可他又不是国民党员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公投 不是政党对决还做了梗图 蔡英文总统他的联书留言里头 那相对于小小处长成了 民进党锋利的毛 必要的时候是要被抛弃的吗 那当新北市议员张志豪 还去告地状告的时候 人民的感受是什么 以前的这个广告 这个漫画的图里面讲的 过去的许工程师爬上去说很安全 设计 采购都没有问题 结果现在都有问题了 今天的许处长要把 这个和氏的柱子给锯掉 民众的感受是如何 而所谓的文官的专业又在哪里 对 黄世修这件事情 我先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他其实概念是这样 因为2014年当时就是由许处长 来代表在经济部所召开的记者会 来说和氏的封存安检是安全无余的 那么他负责做了叫做试运转的测试 其实试运转的测试 比目前所有的安检 还要来得更加的严格 当年报告都有存 所以如果当时许处长 做的都是对的 正确的 安全的 那结果现在却要说当时都不安全 那么就表示当年他造假 当年他独职 当年他未造文书 那么理论上当然就要告发他 所以黄世修在讲说 劝处长说话小心点 你越说核四不安全 就是打脸你过去的自己 那么在当年不仅是所有 真的台湾的核工的专家 都有来成为专案小组议员 也邀请了美国奇异公司 也邀请了国际原子能协会 都来看看核四场安全不安全 所以请问到底是2014年 连美国人都在说谎呢 还是现在的许处长在说谎 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跟官位恋战权位呢 好 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什么 就许处长讲的是真的 美国人2014年说谎 核四从头到尾都有问题 什么什么设计发包 采购都有问题 那就是一个事关3000亿的 超级大弊案 那么这样一个超级大弊案怎么样 那蔡英文跟苏贞昌都说要追加预算 如期完工 他们也是这个弊案里面的一份子 所以要干嘛 如果许处长讲的是真的 那么就更应该要告发他 对吧 那到底这些钱给了谁 是涂利哪些外国的厂商 还是涂利台湾的哪些财团 都应该要讲清楚 所以核四这一题当然要盖同意 因为盖了同意之后要干嘛 我们才能够揭开这里面 到底有没有弊案的问题 才能够知道他到底能不能够安全适用 如果发现他是安全的 那重启刚好 如果揭开了之后才发现 他不完全有弊案 那么才真的是能够揭发弊案 所以四个同意揭发舞弊 四个不同意是什么 那就是纵容包庇 是 我们的民主是什么 如果是反对我们执政党的意见的时候 拖出去通气 不然就被告 被告发 这个是不同的意见的反对的声音 就会面对的现象 所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 我那天都觉得许处长他在那个 这个所谓的说明会上 我觉得他有一种扮演人肉炸弹的那种感觉 就是突然间直接把自己绑了炸药 然后再炸下去这样 因为他其实这等于说是 我是一个盖核四的人 但是我跟你说核四不安全 所以是有独职的问题吗 这个真的是问题很大 那是不是里面等于说是非常多的弊案 你一打开之后就是潘朵拉的盒子 一旦被掀开就完蛋了 到底里面藏了多少藏污纳垢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可能过去 不管是蓝的或是绿的 里面到底有哪些人他升了起 包括陈文总统 陈文贤总统是这样的任内 我觉得真的是民主党 不要每一次都把这个核四提供 你当成主盘 然后每次都在选举期间 就把这个拿起来挑起对立 就变成说反核派 永和派在那边对立 你要嘛 民进党政府立刻 你就说我把这个核四关掉 你有盖子你就直接关核四 你直接把它关掉 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刚刚讨论到了很多民众 到底现在怎么样跟政府表达意见 那么民众面对政府 面对民众的意见的时候 又是怎么样的态度 就是完全没有理你 然后还要把你酸一顿骂一顿 我觉得反正政府 现在已经非常的蛮横无礼 而且重点是在这次的公投案里面 其实大家你就理性务实的去判断就可以了 可是他一直把它弄成一个政党对决 然后包含像是 然后他又说不是政党对决 对 我觉得这就是做贼喊抓贼你知道吗 那你看核四这一题 你要嘛有盖子 蔡英文总统立刻核四直接关掉 你没有必要说我每年一直在花 好几亿的一个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说我要去把它这个封存 封存再封存 你封存一个里面 假设真的是满满的弊案 满满的弊端 然后他如果真的安全是 安全性是有疑虑的话 那请问你一直封存 他的一个意义到底又在哪里 然后时不时就跟你说这个缺点 一下说缺点 一下说不缺点 就是他的那个立场也很反复 你知道吗 让人民觉得搞得好混乱 我脑筋已经开始不清楚了 所以我觉得民主党政府 真的拜托不要双标 每次在不同的时间点 讲不同的话 然后让人家搞不清楚说 你现在到底方向是要往哪边走 所以拜托要嘛 直接把核四给关了 如果你有盖子的话